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网络上的数据都非常的能打 现在 余生请多指教即将登陆韩国电视台ChinkTV 时间是5月2日晚上9点50分 为了迎接这部电视剧的开播 肖战和杨子两人分别录制了开播VCR来进行宣传 根据画面显示 肖战穿着白色T恤 外面是深色的衬衣 虽然看着似曾相识 但是也是大家没有见过的肖战 依然非常帅气 他首先介绍了自己以及在剧中的角色名 随后用了11个字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部剧送给大家福利 大家都知道肖战一直都非常的忙 像录这种VCR的时间也是在百忙之中抽空录制的 所以这11个字的宣传词 相比杨子的宣传就更显万能了 除了韩国 其他地方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用上 杨子在开播VCR中表示 日本韩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正在热播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杨子提前把开播VCR也录制好了 意外曝光《余生请多指教》即将在日本播出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相比肖战的万能VCR 杨子这句话信息量更大 太让人期待了 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余生请多指教》在日本和韩国播出的时候 会像在中国国内播出时一样受大家欢迎吗 你们觉得会有新的花絮或者新的删减内容曝光吗 肖战自从出道以来 在这几年中不断地用作品说话 观众们见证他的成长 看得到角色 在荧幕上展现出来他们属于肖战的独特魅力 从最开始的演技青涩到现在越加成熟的表演 每一个角色碎片拼凑出了肖战演艺路上完整的成长 互联网有记忆 观众们更有记忆 角色与作品 身份与成长 关于肖战微博认证更新了这一话题登上热搜后 不少网友和粉丝以及观众们也都纷纷关注 对于一个明星 对于一个演员 对于一位公众人物来说 其实这样的认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同样也是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成绩 就像我们的简历一样 作为一个能够对自我总结 同时又是代表自己身份给别人看的一个东西 每个人都会把一段时间的成长经历所取得的成绩 做简要的大概汇总 而肖战的简介更新 也让我们看到在他心中 对于演戏 对于舞台的热爱 从最开始的简介认证是演员的身份 代表作是陈情令 庆余年 狼殿下 到现在在身份中 除了演员 还多了一个歌手的身份 代表的作品 由我们熟悉并且大热的 余生请多指教 王牌部队 和大家依旧喜爱的陈情令 当然 免不了网友们的一些过多的猜测 以及黑子们的上岗上线 对于作品进行一番自以为是的猜测 觉得之前的那两部作品用完了就踢掉了 或者说在作品的排列顺序上也有了取巧的形式 总之就是很无语的一堆脑洞 余生请多指教是肖战作为男主角的现代都市剧 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现代剧之一 顾卫备受大家喜欢 更是一个完美的男主角 这部作品放在第一个 无可置疑 王牌部队顾一也依旧出圈 作为在余生请多指教之前播出的 离我们观众印象依旧很新的作品 顾卫也是成空出圈的 陈情令是肖战在这两部作品之前拍摄的 也是在两部作品之前播出的 更是肖战一决成名的重要作品 魏无羡这个角色依旧是现在很多人的心头爱 按照这样时间的最新顺序来进行一番认证 还真是符合了肖战打工人的想法 就像我们简历的前缀获得的成绩标签 不也是按照最新的顺序 从角色到人生 从演员到舞台 肖战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的坚定 就像肖战自己说过的那样 做演员最棒的一点 就是可以体验很多人的人生 他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行业 所以一定要做好 同样 我们更看到了他跨界破界闯世界的样子 跨界破界闯世界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我们看到肖战作品再次定档海外 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惊喜又振奋的好消息 就在余生的韩版预告上线后 还有不少调侃称 顾一生开始走向全球 大家都可以实现一户一卫了 一户一卫全球推广也是一个较好的现象 说明海外对这部剧的认可程度非常高 顾卫和林志孝的撒糖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 除了影视作品 肖战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不仅是诸多人喜爱的偶像 更代表了一种正向力量 能让你在诗意时有更多继续前行的动力 能让你在退缩时拥有迎难而上的勇气 能让你在分杂的竞争中保有明镜之心 不忘初心 近日肖战被多位粉丝写进毕业论文登上热搜 让笔者想起前段时间也有学生把肖战写进作文 从这些举动来看 不管是从作文到论文 从国内还是到海外 肖战正在构建教科书式的矩阵 据媒体披露的消息来看 日前不少喜欢肖战的大学生已经开始了毕业论文的攻坚战 在这些论文研讨课题致谢那一段中也出现了肖战的名字 从多张截图来看 多位肖战的大学生粉丝直接在论文中表达了对肖战谢意 大部分提到了喜欢上肖战之后带给他们的动力 偶像的正能量以及向阳而生的姿态都是榜样的力量 可能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 肖战就这样存在于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 当看到他笑时 内心便是充满阳光的时刻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 毕业论文都有查虫部分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唯独写到肖战的这一部分是独一无二的 妥妥的百分之百原创 就在上个月 有位小学生的一篇作文同样引起了关注 这篇题为我眼中的肖战的作文 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感触 非常的正能量 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看到你笑 我的嘴角就不自觉地上扬 你坚韧 执着 一直是很多人内心的榜样 你就像一个灯塔 照亮我们心里的路 你善良 大爱 你就像黑暗里照进来的一道曙光 把我们内心的希望点亮 由此看来 肖战不仅是小学生的榜样 更是大学生的动力源泉 这种偶像的榜样力量开始教科书化 有了更好的参考意义 不管是影视作品走向海外 还是在国内拥有较多的支持 这本身与肖战自身的品质是分不开的 他的真诚 善良和温柔 永远是最打动人的部分 从个人到作品 再从个人影响力成为更多人学习的榜样 肖战带来的这种教科书式矩阵 一直都有着自己的特质 你逆光而来 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的美好 在肖战身上 我们看到每个角色都完全不一样 却都那么迷人 肖战用作品说话 一人千面的背后 是让人入戏共情的天赋 和对角色全情投入的努力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作品永远是他的硬实力 演技是收获观众们的最佳圈粉软实力 而我们对肖战也永远保持着不断的期待 相信最好的角色永远在下一个 最好的作品永远在下一步